在自由之战中有一位非常可爱的黑斯罗莉安雷尔 作为三侧中出现的新英雄 一直被受玩家的青睐 在公厕中也有很高的人气 那么这只萌萌的罗莉到底有何等魅力 在作战中又有怎样的优势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安雷尔是一位特别喜欢熊的德鲁伊 被上古魔法赋予能量觉醒后 成为了对抗侵略者的异样 首先还是来看看安雷尔的技能吧 第一个技能烈焰 向目标抛投一个火球 对该目标造成伤害 是一个远程的瞬间输出技能 也是安雷尔最常用的技能 消耗的魔力少 打在地方英雄身上还是非常疼的 收人头也有不错的效果 在对战中 遇见寒冰 我们也可以远程封着 不过要控制好距离 不然会被他反攻 第二个技能是焚烧 将手中的小熊丢向一个区域 一秒后小熊燃烧 产生范围爆炸 这个技能清理小兵非常好用 不过可以投射的距离有限 所以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近身技能 不建议用来对付英雄 因为他的单体伤害并不高 第三个技能 灵魂互换 也就是我们的大招 需要玩家达到四级才会开启 开启后 我们的安雷尔会举起小熊 蓄力一秒后 砸向选定区域 造成范围伤害和眩晕 并且自己会变身成近战的巨熊 持续三十秒 在变身成巨熊后 我们的安雷尔会开启新的一套技能 首先变身成巨熊后 会出发一个暴力意识的被动特效 此时巨熊的普通攻击 会造成范围伤害 并增加自身的护甲和魔抗 对周围的敌人还能造成烧伤 其次 第一个技能 变成双手拍击地面 造成伤害的同时还能解锁 而第二个技能 便为朝指定方向滚动 造成两次伤害 在团战中 开一个变身 配合队友的大招 可以瞬间残血反杀 在操作上 玩家要注意的 主要是范围技能和变身后 像焚烧这个技能 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施法动作 而会有一秒的僵直 如果走位不够风骚 很容易被敌方英雄 抓住空气暴打 而在变身后 虽然看起来很牛逼 但是因为巨熊身形巨大 控制起来略显笨重 而翻滚的技能 如果方向控制不对 是很难滚到敌人的 唯一比较好控制的 就是拍击 所以多用拍击 少用翻滚 除了操作 在出装上也要仔细 洛兰奇的回膜效果 非常出色 法师出门必备 安雷尔的核心装备 主要有烟灭之帽 和巫妖之祸 后期如果发展顺利 可以出死亡假面 魔龙之角这样的进攻装备 如果处在下风 可以出法师护手这样的防御装备 安雷尔在单挑中优势并不凝险 虽然有远程 但是师法距离太短 像对阵同样远程的多米诺 各种被压制 甚至要开大躲避伤害 安雷尔最好还是参与到团战中 一来有肉盾可以保护你 二来变身后的范围伤害 可以带到非常可观的伤害收益 总体来说 安雷尔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英雄 觉醒后两套技能切换 能远程 能近战 单体伤害 群体伤害都有 在团队战中还能控场 万金油也不过如此 商店售价4500 喜欢的玩家 不妨考虑入手一支哦 那么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自由之战的攻略 请记得继续关注我们任文堂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